好的欢迎回来 最近爱德王用龙拿了个冠军 名声大噪 然后赶紧过去瞄了一眼 结果发现这个人他打天梯 用的全是桑执尔夫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要把龙玩好 首先第一件事先把桑执尔夫练墙 你们要看两个角色好像差得很远 但是他们都在贯彻一件事情 就是要隐忍 毕竟龙和老桑 两个角色唯一的相同点 就是他们都很弱 那很弱的角色就得慢悠悠的打 找到一个机会就往死里干 现在所有工序都已经准备完成了 来到了一个长脚位 老桑最强势的位置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这一个开始 下中角直接抓着对手的一个收招 好 这一下抓完以后 对手也只剩一口气了 这一口气感觉会抓第二个人就没了 这个作风有点硬派 硬吃对手的中角 吃下来以后直接抓 对手还在考虑中角摸到以后该干什么 不给你考虑的时间 请你上去坐一坐 来 第二端 开场前跳 是个勇士 当然老桑也可以做前跳 因为对手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 这个跳中角确实挺难防的 可能想用中段去摸大脚 摸到的话就可以折着进版面 他摸不到的话要吃一套 吃一套无所谓老桑血厚 对吧 这种角色就是给你容错空间的 毕竟动作已经这么慢了 你这个血量再少一点那肯定吃不下 现在进了这个墙角 有没有机会换一下 来了 先抱一下 看一下下一步怎么行动 铝虫 前中角 这个是抓对手直跳的 对手这边 应该不会考虑用直跳来打老桑吧 太危险了 连续两个头锤 进攻击点之后 确认 最后的一点斗气 直接 哎呀 流出一大段的距离 直接给C 这小子坏得很 这个可能是连续三次 被这种隔了一段距离 直接抓了个单 那对不起 下一位 锦黄 ProperX 现在玩弱角色的玩家 普遍都有一个特点 就他们不会只练单个角色 发现吧 对吧 ProperX之前玩莉莉 现在你发现他在天际上 没玩的是玛丽莎 所有人都是做两手准备的 因为弱角色都有个特点 就是碰到有些对决是完全没法玩的 所以副角色是必须要有 哦呦 这里霍霍躲了指定头 反手一个头丢回去 刚好没有斗气 那这里已经胜负已定了 头锤过去 好了 游戏解恩 不给面子说 我都念的那么顺畅 然后他突然停了 这个刚才JX3P不就结了吗 对吧 一个旋风挡下去 人不就没了吗 好了第二轮 上来 哇 可以这么对策的吗 直接一掌插下去 预判对手的一个扣篮 好家伙 完了 这里没有抓中以后 直接吃了一个蓄满的重拳 头锤再两下 这斗锤要被打得干干净净 最后一下 生死一则 头锤直接吃下来 还敲一下 一下空调落下来 不直接抓吗 选择凹这个 啊 还凹到了 你们两个说好的是吧 这又是什么了 这又是什么了 想要跳起来抓指令头 然后 然后 按了一个中角 按出来 坏了 这就是手柄的烈士嘛 容易踹手 啊 你可能看到 这是一个旋风大作 但是我看到的是 他跳起来抓的 他也就是说 等一下架完以后 他没有迪士典确凡 他预判了 金黄要拉上跳 他跳起来抓的 这个人 绝对是个老丧鬼才啊 上来完美架 好 这考验基本功的时刻 本田这个角色 打老张 应该是男上加男的 这不光要面对驾招 还有那个占重权 真的 好多招都会被克 前中角这一下没中 哇 中百列 这本田也是堵的呀 冲到脸上 反手给投到 然后又是驾招 中角送上去以后 轻角有数剩落下来 他想要追一个后续 所以用头锤把对手放倒 但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这一下直接抓包着 诡异的旋风挡 不知道到底想做什么 哦 健全 这本田你直接撞个中的过去不行吗 他就怕对手架招 好了 对手过去对手这边按金防 防没有防到 等来他的是一个指令头 那本田这个角色用轻的头锤去骗的话 其实收益是非常低的 因为他和电狼不一样 电狼那个轻的过去 他的收招是非常快的 虽然打中以后是会被缺反 但不得不说他没有打中的情况下 就主动权很大 来这啊 就直接报到了吗 这个人立回的时候会在那边摇360 走着走着突然人就上去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估计他刚才又想抓 那是打到一个坑的 同学加到 通过去 好 是个黄金头 多段霸体 跳轻角落下来 这边用轻攻剧追完以后 又是浅浅赌命指令头 爱德王好喜欢抓我发现 哦呦 跳车 哦呦 呵呵呵呵呵 我发现你玩老桑 你脑回路就得有点不正常 你要是正常人 你真玩不了这个角色 你不能说完全玩不了 就只能说你成不了大师 要想老桑变强 必先实其疯狂 狂 真的狂 因为绿冲直接指令头抓掉 好家伙 我发现所有的老桑 都有点怪怪的 这边爬起来又是直接抓 你是在玩七八四老桑吗 完了兄弟 再一个死了 哎没死了 还有一口气在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太大区别 这点血量追不过 老桑这边只要门点轻攻击 你怎么打都打不过 好 这上来第一灯 史诗级的快 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直接吃了三个头死了 好 这边一个中角过来 爱德王倒地 进长角 直接加重 我知道对手要跳 这就老桑厉害的地方 老桑那边空中架撞 如果对手落点比较低的话 你可以跳起来 直接预判他起跳躲 对吧 哎呀好叫 加完以后 直接丢进长角 这边不能用头水 头水压的话 对手抢千公斤 都会被抢 哦 SAR 转一手 然后再一座 死了 很快 前前后后加起来 大概五十秒都不到 好了 到了JP上场 老法师 被架到以后 马上还了个梦 要死 看到外头王好吓人 跟这种老方打 你会有点慌 这边不管呢 就两个字不管 你知道吧 野人打法 就冲过去就只能说 不管抓不抓得到 先吓唬一下对手也行 对手这边现在慌了一批 我估计他双脚应该很难站在地上 这对手刚好走过来又吃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立回确认指令头 哦呦 这屁股骨这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游戏突然就假然而止了 这个吃了三个指令头 这三个指令头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吃 你看一般老丧 像我们这种常规脑回路老丧 又把别人放倒了近身了 然后请他打一个大头儿子 没有的 爱的王的指令头出现的很魔幻 他会在任何时候都会去 对手的腰腰被做断了兄弟 这边中全人在放倒 这不就好好好吓人 那在一个前前过来 对手已经慌了不行了 这肯定按跳了 然后一个清廖点中死了 那太吓人了 就我觉得这个人他要 出指令头的时候他就点你了 当你觉得他要打你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指令头 我全反着来 好就是要逆向思维 那莉莉 莉莉还是个现代人 现代的莉莉到底哪里具有优势 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角色有必要现代 完了 这里也吃到一个头 哇哦哦哦 起身直掉 哦这就传说中的现代吗 那对不起了 一个缺乏的OD指令头 下来以后 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这局剪弗闪好快 没灯 好像就二三十秒就结束了 这里好像还可以再反抗一下 无论是隔了一个神位 两个神位 三个神位 甚至是五个神位 他都能抓你 他对抓这件事情 非常的执着 不愧是爱的王 ending walker 来自欧洲的冠军 欧洲的冠军上来一个前跳 打中了 这边是打圈人的 然后中段又命中 来到墙角位 哇这一下 中拳是早了 没有张好位置 被对手一个跳换边 然后跑对空 这莉莉还是有点东西 当然这个现代的话 按键的难度会变多 下中拳这边加车 下完以后 这边反手交一个反击 反击打出去以后 这边还是想要中拳去摸一个脚 这部对方也能出CA的吗 连招连到一半老子 不连了老子就是要请你吃这个CA 这个CA吃下去又是就结束了 爱德王很可怕 我让我想起了他在用龙那会儿打决赛的时候 就最后那一下他不连了 他黄你一下 他打你一个拆 他玩老桑也是这样 主打一个压迫感 到了阿斯德 阿斯德这个经典乱搞型角色 但是他这个乱搞伤害不够 这要搞死老桑会有点费劲 红锤 看完爱德王的老桑 我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玩老桑 放弃 真的 旋风进墙角中断架主 跳进相又被对手伸回来 好 基本功很到位 虽然1600 哎1600分也蛮厉害 我都没1600 大旋风倒地 然后再续满又要刮过来了 没有 选择一个前前 再一个前途中 乱动这边被架到了 架到这一下以后 斗气刚好打空 看一下老桑那边怎么来打 头锤连续两个 一点点往前逼 斗气全满 我觉得此刻的 拉斯德一定慌的一匹 噢 死了 冲过去 OD指令头 打收招 还没死 再过去拍一拳 诶 诶 诶 没拍中 但问题不大 虽然没拍到的情况下 后手还是把这个 笨给他摁出来 来 第二灯 下中了 真的扫倒 中拳被防 完了 反手负一针 一被硬则一手 打老桑 你不打有力针过去 你就要被反手 则指令头 很吓人 这个队局感觉不是很好抓 拉斯德两只脚不太愿意待在地上 而且有点快 前路要摸中 中拳拍完以后 不打连招 啊 这也能抓 这个已经超过我理解范畴 他凭什么觉得对手这一下会跳呢 我都不理解 这边SAR 强打 完了 刚想要前借过去打一个打头则 结果碰到一个落下来的老桑 他一时跌尾不知道该按什么 那死的就是他了 接下来就是传说中 老桑最不利的对手 打老一家 这一代老桑我觉得还行 毕竟 有一些可以不乱搞的东西 冲过去按蹦 然后直接爆 每项距离都很远 虽然我自己打的时候 完全打不过老一家 但是现在看 爱德王打老一家 好像特别轻松的感觉 冲过去赌命 对吧 我这边回爆就是比你大 我伤害比你高 我就硬冲 按冲 冲个一百次 你逼死 这边来了呀 这时候刚图一个火球 这火球还没落下来 人就已经先落地了 这一手打拆 往后拉 跑 跑你往哪里跑 要来了 中拳 架中 这边 我还想用一个金房 去挡对手的第一次能抢招 架到了 跳中角 完了 头锤吃满 游戏要开始了 先爆 没什么多BB的 先爆一个再说 没血了 哦这边 方式二段图 他应该是轻角空了 没点中 按道来说应该是绿冲过去轻角点中 然后再一个群烧过去硬子 这个 比他有点快 还没牵制起来就结束了 来下一位 爱的王黑伍德 看到对手不动 他也不动 我现在大牌位碰到的都是我不动贪 分分秒秒秒想弄死了 素质有待提高 好吧 好了回到队中 哦 绿冲到脸上 直接爆 而且还是个重的 他 他好贪 那个人 这边没有对空 这比较难对 你要对的话得提前预判 中角点完以后 过去头则不中 再来 这个板边要出去的话 接下来怎么来出这个手 中拳摸完 在那边按架 就给对手 哇 天龙之点完直接前走给指名走 欧帝都拨过来打乱动 往后一拉 保持酷爽 那后手的东西呢 完了 有点着急 想要蹦 爱的王在板边 好像没什么别的 很复杂的东西 就做了两个后跳 就把对手的一个进攻 给全部解掉了 来 第二个 上来架到对手 欧帝波 雪赚 对手半管斗骑没了 但这一下没有跳进去 又来到墙角位了 坐牢了 贝贝 好架 这边选择的是用指令头 去做这个画面 可能考虑到距离有点远 普通头的话不一定换得到 对手是卡的位置出下中角 这边应该是要带C的 带C的话 这样可以把 没有带 可能觉得这个C下去的话 对手的斗骑不会被打空 那自己看着老伤有三气的话 也不太好进攻 那干脆放了 留一下 等到下一次确认的机会 可以命中的话 就可以带这个C了 起攻击 投锤 完了 下中的要点完 再跳一个正面 好 嗯 为什么刚才不直接连呢 我非要跑过去修队 那这一下修阵打完以后 自己的斗骑完全空掉了 他会怎么想 哈哈哈哈 他往前走 然后把对手骗起来以后呢 他选择后跳指令头 哎 我只能说他是真的懂对手的人 啊 对手什么时候会感到害怕 他属于是门亲 心里非常的清楚 这边中弹被防要吃一整套的雀反 一波送回墙角 看一下对空 落地 再一个头则没中 中拳再挥 然后被轻攻击虫跑出来以后 位置一换 攻防逆转 这边防住了要死了 防住以后腰腰作断 这是一个雀反康的头 再中拳 没有 等一下对手有复合发波 一个反击交回去以后 这里血转 这种反击交中的话 对手是一个倒地 然后头锤出手 呃 最后还是一个头锤 优势结束 虽然这个资源看起来用的 不是很合理 但只要赢了还算行 好 第二轮 上来欧低波 表示很强势 我要打进攻 结果进攻的是老方 这下中拳没抓到这个手招 老方的出拳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玩玩队有驾到 但是 没有第一次练抱对手 其实可以抱 中拳 雾黄沙 跟着波 哦 又想偷中弹 请问我老少的指令头 同不同意 在这边各种空灰 后后 躲掉对手的普通头 反手又是一个指令头下来 对手已经愣住了 怎么这个人怎么猜怎么对 然后凹出来了 这样的话 爱的王那边手上 没有任何的自然 对手也是 交出自己的一个 这个风水引擎 风水引擎 跟着波要往前打 老少这边慢慢火腿 啊 他能抓到 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别太要发布 非常实在的一个两次接一池 好 那最后呢 就要有请压轴选手登场 麦农 甚至还没有上大师 好 刚伸出一只手 直接一屁股坐地 绿冲过去 前中角 下轻角 点完以后对手后跳 再一个中段过去要吃雀反 麦农终于攒到自己的第一个牌子 根据不完全统计 平均一个麦农要攒满五个牌子 需要用掉22个斗齐 基本上没有绿冲就攒不到 大部分时间都在防守 等到有斗齐了 上去摸个脚 哇 烂这边 刚出一个中段 吃到一个 连招不连的 全是修正是吧 行动条过去 这边架劳对手一个轻角 完了 这边有被投到 绿冲过来 震头 然后想用绿冲再贴脸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你要么就早点 对吧 第一时间 我觉得第一时间都未必按得出来 我没研究过这个真数 埃德王应该研究过 他们职业选手都心里门清 很清楚 你这下震头 然后绿冲过来 我有机会可以直接抓 上来投掉 中刀点完 用重拳摸一下 再讲第二下空了 这缺乏做得很轻 到底是钻石选手 正常来讲的话 这个中拳肯定是一个绿冲 取消过去先展个牌子再输 还能做一个打头二折 这时候也慌 天脚 混合打手上好 又是一手C 那这一手C打完以后呢 今天这期视频也就结束了 这个视频就告诉了我们 如果你想要玩老桑 那首先确认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如果你的精神状况足够的不稳定 那我推荐你使用这个角色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浪漫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